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个算法吧 然后其实机器学其实算法这么多哈 大家估计可能也就大家估计也学不过来 太多算法而且每个算法都是坑 然后一个坑一个坑踩过去 估计一辈子就过去了 但实际上面对这么多算法 大家怎么考虑呢 实际上跟你的角色有关 如果你的角色是一个研究者的话 那实际上会把很多很细节 很偏理论很通用性的东西给抽象出来 那这个东西是需要很高的 但是如果是做工业的话 在工业上你实际上拿出来用 是要跑出结果的 实际上哪怕你用最烂的一个算法 比如说罗技回归 它在工业界面用的非常非常多 但是它实际上是非常简单非常粗暴 但它效果好啊 而且解释六强啊 所以的话它用的非常多 然后像比如说一些最大商模型 或者说EM算法的一些很抽象的一些应用 像这些东西的话 它数学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 然后要过掉了这个数学门槛之后 你再谈工程经验的话 实际上会把一大批的实践的人员给排除掉 所以的话在这在这些领域里面 它实际上的工程经验倒不是 但是比如说像大数据啊 或者像很多一些互联网的应用的需求啊 倒不是那么强 所以的话那些简单的算法 反倒跟工业的需求 就是结合的挺近的 所以的话用的还挺多 那复杂算法反倒你想跟工程结合的话 结合的点结合的地方 还是一些通用的东西 专门针对它的一些应用的话 其实比较少 但是智子相当机呢 它是一个异类 它呢它又有一定的难度 又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它在工业界的应用又其实挺广的 当然了就是它肯定没有逻辑回归那么广 相差一两个数量级呢 但是实际上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考虑到了核方法之后的话 考虑到kernel之后的话 它对于非线性的分类的问题的话 是有非常非常好的这种效果 而且速度也很快 而且也很方便 对于这种算法的话 就是后来深度学习上来了 所以知识向量就偏没落了 但实际上在深度学习之前 知识向量还是当时最流行 最前沿的这么一种算法 所以大家有必要对它有一定的了解 在工程上应用的时候也至少会用 而且面试的时候经常会面 我之前有一个同事 他去一些公司面试 有些公司比较变态 他直接让你手推 用手来推导支持向量机 然后他辛辛苦推完了 然后后来再同时他去二面 他就不去了 他说这种公司太变态 实际上非常核心的这种算法和推导的话 这里面涉及到数学要求还是挺高的 然后大家能掌握则掌握 不能掌握的话 了解到知识向量机 它的核心的原理是什么 你关键要理解它这里面的一些目标函数 它的公式 你理解透了 实际上在用运用起来的话 实际上是比较好接手 所以的话我们这节课的目的 是尽量的能够梳理出 知识向量的知识结构 咱有这个大的知识路线图之后 以后再看相应的文献 或者说再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的话 会更加的方便 然后这里面最核心的是要了解 知识向量机的原理和目标 它原理是哪些 目标是怎样 你把这些东西搞清楚了 你再去推 实际上会更加的清晰 我之前我第一次学知识向量机的时候 推着推着 我就推到那个什么 对偶对偶法 或者推到一些其他地方 我就忘了 我为什么要推这东西了 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 完全就跟不上了 这种情况对于 就是对于一些 对数学复杂 数学复杂度要求比较高的一些算法来说 都会很常见 所以的话 你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要知道你推的目的是啥 你是要证明哪些东西 你这些东西 它能在实践上 有哪些非常显著的效果 它的意义在哪里 关键是意义 如果你把这些东西理解透了之后的话 实际上再去看 知识向量机 再去看那些方法的话 实际上会理解的更加深入 所以的话我们这边讲课也是按这个思路来 就是把这个核心的路线图 一点两点三点四点给大家创好 然后剩下细节的东西 大家 我这边有时间肯定讲 没时间的话 剩下的就 剩下的大家也可以自己推 也不难 然后一个关键 就是推导关键的核心实际上是要理解我们损失函数与约束条件的意义 大家能够看一下这个结构啊 呃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表 三列 我们知识向量机实际上是分为了好几类问题 第一类问题是hard margin 它实际上是说你这样本它本来就是可以区分成两类的 通过一条线就可以把样本A和样本B给区分开来 啊 所以的话 对于这种情况你就可以找到一个最大的边界使这个两个样本给区分开啊 它是hard margin 但实际上 呃 像这种 它对样本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所以的话 呃 真正应用广泛的倒不是hard margin而是soft margin 它的意思是 你哪怕是线线不可分啊 你找不到一根完美的直线 把所有的样本给完完全全的没有任何误差给区分出来 但是我能够找到一条最好的啊 它是这么一个问题就类似于逻辑回归 逻辑回归的话 它实际逻辑回归 它虽然算法非常简单 但是它对于呃 线性可分的数据和线性不可分的数据完全都实用 而且公式啊思路啊都一模一样 所以的话它效果好 但是知识项链机的话 它把这两类给分开来了啊 所以的话 当然 当然soft margin肯定包含hard margin 但是在教学的时候或者在理解层度上 要把它区分开来 这样理解的话更方便 然后第三层是kernel啊 就是说我们一些核函数 核函数实际上是 其实不是知识项量机里面的知识体系 它是另一套知识体系 而核函数不单纯可以用在我们的知识项量机上 还可以用在逻辑回归上 还用在其他的分类器上 而它只是一种运算计算内机的方法 所以的话核函数这个东西 实际上没 就是说它跟知识项量机的关系 不是它不是原生的 它实际上是另一套知识体系 只是它用在知识项量机上面 所以有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就很多时候就讲了核函数 第三个概念是什么 是对偶函数 对偶函数实际上是突优化里面的一个核心内容 然后它是通过把我们的 把我们需要求的问题 然后通过对偶的方法 然后得到一种一定程度上的简化 实际上这种对偶方法 是解决突优化问题的一类方法 它也跟知识项量机不是原生的 它跟知识项量机也不是原生 所以的话 所以的话 很多时候线路在对对偶法的推导 对突优化的推导 然后对kernel推导 这层面 在这些层面上的推导的话 实际上不 实际上是跑偏了 我们最关键是要理解知识项量机 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你理解这个 你再去理解对偶 然后再去理解kernel 这个就方便多了 而且单独理解对偶 单独理解kernel 还不一定是自由 把kernel和对偶法结合起来的 用kernel和对偶法 用核函数的这种方式来做知识项机 这个才是知识项量机 最就是说最好用 然后适应范围最广的这么一个领域 所以的话 我这边用黄色的底色标出出来了三个区块 就是说 虽然我们知识 我们知识项量机的知识结构会涉及到这么多 但实际上真正核心的部分是soft margin 相应的损失函数 相应的目标函数 以及kernel和对偶函数结合起来的 soft margin的应用手段 是这一块 然后其他的 比如说hard margin 实际上是帮助我们理解soft margin的 然后kernel的话 实际上是在我们理解完之后 一种巧妙的运算方法 一种非常有效的这种计算手段 所以 就是 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个知识结构 不要把这个东西看在一起 之前我给公司面试的时候 会问一些问题 有些小朋友 他们回答 我问他知识项量机是啥 你所理解是啥 然后他说我也能推公式 然后推着推着就推到目标函数 那目标函数跟知识项量机有什么关系 我就问他 他他反倒反倒被绕晕了 实际上这些基本的概念 大家还是要清楚 对我函数 突优化 还有kernel 和和方法 这个跟知识项量机是没关系的 只是在应用层面 他们结合起来会有非常好的效果 最原始的知识项量机 其实就这么多 大家把这一块给理解清楚了 实际上就方便 然后这些具体的细节的公式的话 我们待会会给大家推导 这只是介绍一个基本的 结构 咱们按这个结构 一个一个小方块 一个一个小方块 把这些问题给推出来 把这个东西给弄清楚 实际上就能 把知识项量机给理解清楚了 这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核心思路 也是知识项量机的一个思维体系 我看一下同学的问的 就是说具体的 比如说什么在这里面有一个 φn乘以φn的转质乘以φnm 然后它等于zm zn 这个是核函数的一套方法 这个话我们待会会讲 这实际上是里面最核心的公式 然后大家手上有PPT 可以把这个图放大 然后里面具体的公式的话 我们待会都会用 实际上 公式这么多 大家不要看云 把它放到对应的位置上 你之后再回忆起来 实际上会更会非常非常方便 虽然它公式这么多 这也是一个学习的技巧吧 把它们给归类组织起来 我们先明确一下几个概念 一个叫做线性可分知识向量机 一个叫做线性知识向量机 叫做硬间格最大化 叫hard margin 一个软间格最大化 soft margin 一个是非线性知识向量机 它实际上是没有 你没有margin 没有一条完美线 把大家把两类完全给区分开来 那只能用和函数的方法去 对它进行处理 然后它各个的文献 实际上并不统一 这个大家看看就好 是这样 回过回过头来 知识向量机其实有好几种讲法 其中一种讲法是说 先讲hard margin hard margin是啥 为什么没有hard margin 然后讲讲讲讲 然后推到一堆队友函数 然后再求它的队友的一些方法 然后减 然后辛辛苦苦减 然后再说soft margin 然后soft margin 又有一堆公式 然后又去推 又去推 然后soft margin soft margin辛辛苦苦 推到出来了 然后再去推 kernel 然后用和方法 然后再重新推到一遍 然后有一堆方法 一堆公式 这个的话 其实我感觉比较累 而且的话可能 一上来不太方便 去很好的理解 其实第二种方法是 直接上来就讲soft margin 是讲我们的损失函数是怎么定义的 然后这一块的话是可以跟逻辑回归给结合好 然后跟逻辑回归结合好之后的话 实际上很多问题就好讲了 所以的话 我们可以结合我们的soft margin 来与逻辑回归之间的关系来讲这一套思路 实际上这个的话更简单更明确 所以的话 我们可以先看这一行 我画一下 先看这一行 这是我们逻辑回归 这是我们知识相量机的损失函数 这是我们知识相量机的损失函数 这个的话 我们在整个课件最后面会有一道练习题 会有一道面试题 大家去分析逻辑回归与知识相量机的一同 我把这个理解之后的话 会对逻辑回归 会对知识相量机有个更加深入的认识 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的函数图像能不能画出来 把YZW和程式一起的 如果把它看出是Z 它的函数图像能不能画出来 比如说我横坐标是Z 纵坐标是损失函数 怎么能画 这是1 它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函数 它是先 这条线的节律是-1 你看前面是-1 然后它在X搜的结局是1 然后当你的Z值大于1的时候 你的损失函数是0 当你的Z值小于1的时候 你的损失函数是 是1-Z 是这么一个值 它是斜向上的 大家回忆一下 逻辑回归的 逻辑回归的损失函数是怎样的 这个的话 大家甚至最好能背出来 逻辑回归的损失函数 我们这边简单写一下 Yi Lawen Ai 复号 -去 1-去Yi Lawen 1-去Ai Ai是预测值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这里的预测值 但是我们这里的Ai实际上是 有声音吗 有声音能打个腰 OK OK 行 那我们继续 但这不是我们最终的损失函数 我们要画的损失函数实际上是基于 Z Z实际上是一个得分函数 Z实际上是一个得分函数 A是等于 SIGMOD函数的Z 这个应该记得吧 所以的话我们应该把SIGMOD函数 带把ZSIGMOD函数带进去 能算关于字不量为Z的损失函数 要这样算 你这样算出来的结果 它实际上是 实际上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取值 我这边画的跟XZO重叠了 跟XZO重叠了 这一块应该没太大问题 然后 然后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这里画了两个损失函数 然后都是基于Z Z实际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得分函数 得分函数 而得分函数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W 权重乘以X 向量的内积 这是我们的Z 是这个 它的意思实际上是说 对于空间当中任何点 我们 就是 把所有的机器学习问题 都可以抽象成高维空间的 向量的分类的问题 然后 实际上是对 它的 W实际上是我们理论上的分离边界 界的法向量 分离边界的法向量 然后 法向量的 法向量乘以我们的向量 实际上就是 我们 这个样本 距离法向 距离分类边界的距离 这个的几何意义实际上是高中数学啊 我这边简单画一下 比如说 我们是二分类问题 空间当中有两类点 一个是圈圈 一个叉叉 W就是我们的分离边界的法向量 比如说我们某一个向量X 比如说我们的某一个向量X 实际上是 是这么一个坐标 然后X 与向量的内积 实际上就是 X在这个 W向量上的投影 W向量上的投影 与W 长度的绝对值 的成绩 等于 Cos in Theta Theta就是W与X的夹角 再乘以 X的范数 实际上你可以理解成绝对值 和W的范数 是这么一个 这实际上是高中的一个 这实际上是高中数学的一个基本的基础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无限高多维的一个样本映射到你超分离 超平面的法向量的投影 映射到这个 你最终把一个N维的映射到了一个 比如说 向量是N维 你映射到E维的 这么一个 空间去 然后这个E维的取值 就是我们这里的Z 然后我们根据Z与 Z与这个超分离边界超平面之间的距离 来判断 这个 样本 Z所对应的样本 是否被正确分类了 如果Z 它是在 如果Z的取值是1 是正数 说明它被分到正类 而它E本来就是正的 那实际上 它的分类就是对的 如果 如果我们这个 它得出来的这个值是负的 我们会 认为它是分在左边 在左边的话 如果 比如说左边有个圈 左边有个圈 它真实的值是正 它真实的值是正的 但是它的投影是负的 所以 这个圈实际上是一个 被错误分类的点 然后这个被错误分类的点 的这个错误 就可以通过我们损失函数来衡量 然后 我们逻辑回归的损失函数是 你的投影乘以你的SIGMOD函数 得到的一个值 这个值是0到1之间的 实际上是对应这概率 这是逻辑回归的 逻辑回归的 理论意义 损失函数的理论意义 但实际上 看我们这里的 我们这里支持下量机的损失函数 实际上是什么呢 我在这个投影上 我取一个 margin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设的margin是1 和负1 当你的 比如说你这个X 比如说你这个圈圈的样本 你在W上的投影 大于1的时候 我就认为你没有损失了 大于的时候 我就认为你的损失是0 看到这条线没 贴到了我们的X的情况 所以的话 在这个层面上 我们就认为它是没有损失的 然后当你的 与你的边界相差 不是大于1的 而是在 比如说0.5 或者是负的 那我就把你 这个值与边界1之间的差距 比如说这个距离 比如说我们这个圈 在左边的这个圈 它与边界1的差距是这个距离 这实际上是2 它的损失 我们就认为它是2 所以的话 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计算所有样本的损失 然后就得到一个大的损失函数 最终还是对W 用各种各种方法 求到一个是我们损失最少的这么一个状况的W 这个W就是我们的分离边界 也就求出来了 所以如果从损失函数的角度来理解的话 支持向量机它仅仅是对于逻辑回归的损失函数的一种改造 它的改造变得就是说逻辑回归 它实际上是把我们样本距离边界的所有距离 你距离的远也好 距离的近也好 我都考虑进去了 我都有个值 哪怕你非常非常远 我都会给你一个非常小的值 但是支持向量机的话 我的思路是你只要超过了一定的距离 我就认为你没有损失了 我就认为你完全被正确分类了 我只要关注离我边界近的这些点 或者说被错误分类的那些点 找到那些点去算出它的损失 然后再对那些点进行调优就够了 所以的话这是我现在讲的这一点 实际上就是逻辑回归与支持向量机的区别 这是它们的核心区别 最核心区别就是它们的损失函数不一样 虽然看起来很像 但它们就是这一点点的区别 一个是一个是给一个很小的值 一个是就给零 就是这一点区别造成了支持向量机与逻辑回归的一个 核心的一个差距 而我们很多类比支持向量机与逻辑回归的一些差距 上都是来源于损失函数的差距 别看这么小 上很多差距在这里 这是讲的一点 但是这一点的话实际上还没有讲完 因为我们这里给的分离的边界 这个边界我们叫做margin 你超过一定的margin之后 我们就认为你没有巨量 但是margin你是 我这里是定了11 但实际上你是定1还是定2还是定3呢 你超过我这个分离边界超过多远 我才不给你 呃 才才不给你损失呢 这个实际上不是这个损失函数所能够模拟出来的 因为这个1是固定的值 实际上按理说1应该是变的 比如说是2或者是3 这个地方 比如说2或者是3 所以的话 比如说2或者3 所以的话在这个地方 呃 它损失函数确实与逻辑回归有个区别 但还有一个更核心区别是 它是有约束的 这个的话大家可能不在现在不太清楚啊 但是 但是呃 我们看一下呃 逻辑回归的 就是我们看一下softmargin的公式 我找一下公式 呃 因为我这边翻PPT翻的比较累 就是 咱们还是看 开头吧 我把这个图放大一点 看大家能不能看见啊 哎得看不清 看不清就算了 哎 这回看清了吧 这个好 我们的损失函数 呃 这实际上是大家看逻辑回归的 看知识向量机的损失函数的一个经常标准提法 这是我上上面这个黄色的 是我这边写的一个逻辑回归的损失函数的提法 这个C乘以一不朽啊 实际就上面那个max零什么一减YWX实际上就是一不朽 这个大家可以先记着啊 先不急啊 咱们就记着右边这一坨是我刚才说的损失函数 左边这个W平方是是一个什么东西 大家在在逻辑回归里面有没有见过类似的东西 实际上就是我们正则像像不像 两边同时除以我们的右边这个常数C 然后右边这一坨就是上面我们所说的损失函数 左边实际上就是C分之一的呃W的平方 这左边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正则像 所以这个跟逻辑回归完全就是从结构上完全一样 对不对 只是说右边不一样 左边是一样的 然后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 是我们还有个约束 约束条件是什么YIWX 然后加B然后大于等于一减什么 这又是一坨 然后Y又是一坨 这个一不朽又是一坨 这实际上是说 在上面这个损失函数 我们我们的目标是把上面损失函数求到最小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限制条件 是要满足下面这个限制条件 得到我们的最优化结果 这个是第二个逻辑回归与知识向量机的差别 逻辑回归它实际上是对全局的WRB 然后求出一个最优化的结果 但是知识向量机呢 它实际上是有一个约束 这个约束现在大家不一定知道它是什么 但是你看这个公式 它确实是有约束的 对吧 所以的话从形式上来看 这个约束也是知识向量机与逻辑回归的一个很大的差距 而我们刚才所说的定义这个一减去这个Z的这个情况 怎么去定一或者说把这个一把这个margin给确定是大还是小是一还是二还是三 实际上是通过这个约束来确定的 这个约束实际上就是我们知识向量机的那怎么去找知识向量的里面的核心的条件 是在这儿的 所以的话 把这个核心的损失函数的结构 大家一定要看到结构啊 内部的东西我们不管 我们只记得是一坨什么max的定义的损失函数 再加上一坨跟这则像跟这则像完全一样的损失 然后最终加一个约束条件的这么一个最优化问题 而这个约束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支持向量 这就是从结构上来看 从损失函数的结构上来看 知识向量机与逻辑回归的本质的区别 OK 大家理解了这就是大家有对这点有了感觉之后 我们再来看这个约束是怎么的就决定了我们的 我们的分离边界 我们接下来就是来看这个约束是怎么弄的 然后有同学问我们的R AVGmax的这个东西他 AVG上是平均值嘛 我们这里实际上是对一个就是这边max 什么1-XXX 这个实际上是对一个样本取它的损失 但实际上我们做训练是对n个样本做训练的 所以的话我们要把所有n个样本的损失取一个平均值 这个跟我们逻辑回归里面 取那个损失函数什么n分之一 然后什么什么损失函数一对一对一对 什么交叉双损失函数的那个方式都一样 实际上ab这个abg实际上就是平均值的意思 这就是n分之一嘛 这个1可以是2可以是3 是这样就是 呃我们是有了下面这个约束条件之后 这个1就是1了 它就不会变成其他了 然后我们来确定我的margin是2或者是3 还是多少的时候是通过下面这个来确定的 啊就是1它实际上是就已经被固定了 呃至于具体它怎么决定的 我们可以 把这个问题简化 我们先不考虑我们刚刚辛辛苦苦说的这个c乘以什么max一减这个这个损失 我们不考虑 我们不考虑它 直接考虑这个正则项与约束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的hard margin的我们hard margin的这一套的目标函数 ok我们是把soft margin简化成hard margin帮助大家理解约束条件怎么弄的 然后上面这个0是实际上是损失很就损失函数是0 因为这实际上是对于完全线性可分 就是 左边是你看最后就我这边放太大了因为公司太太小没办法 这实际上是线性可分的 这实际上是线性可分的这么一套情这么一种情况的损失函数 在这种情况下hard margin 他正因为有hard margin 所以他完全分量那就没有五常没有五常的损失函数就是0 那我们去怎么去把这个最悟化问题给做出来呢 实际上大家要区分一个概念 损失函数固然是0 但是逻辑但是支持向量级里面 他的目标函数不是损失函数 这个也是支持向量级与逻辑回归的一个本质区别 逻辑回归的目标函数就是损失函数 但是支持向量级的目标函数是这么一坨东西 是什么w的范数 然后再成minin最小值的什么y乘以右边一坨 然后取它的最大值 取它的最大值 是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再把它 然后再把这个目标函数变成这个 然后再把这个目标函数变成下面这个 所以的话 如果从我们刚才对soft margin的那套理解的思路来理解这个的话 它实际上是对有约束条件下的 大家看啊 上面这个目标函数变成下面这个约束函数 目标函数 下面这个目标函数变成最下面这个目标函数 那这个不就是我们的正则项吗 这不就是我们的正则项吗 实际上他就但是这个正则项与我们逻辑回归正则项还不同 我们还有个约束 实际上在hard margin的情况下 支持限量机的目标函数实际上是对于 正则项的有约束条件的最优化问题的一种解释 可以在这个层面上去理解 这是我们做这一知识相机理解的一套思路 虽然这具体的意思怎么弄怎么弄 咱待会会推 但实际上从这个视角来看 他最终得到了这么一个在有约束条件下的 犯就是说正则项的最优化的问题 好 现在呢我们就直接从hard margin 线性可分的这一套思路来去一个一个的推导到最终的这个目标函数 我把图放小来 好 那咱现在开始正式的知识相关机的推导 说了这么多 普典商就是为正式的推导来做 先介绍一个分割超级平面 这个咱就不说了吧 就咱大致的演示一下 咱大致的演示一下 C和D实际上是两类嘛 我们就是要通过空 我们要通过空间 通过在空间当中的两堆点 然后找到一个分离边界 然后这分离边界能够完全的把C和D给分开来 然后定义两个集合的距离 我们定义为是两个集合间元素最短的距离 这是我们一个思路 那我们的分离边界呢 实际上是最短的距离的垂直分界线 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思路 这是这个情况是 是这样的 那我们在分割 这实际上是hard margin的问题 就是说两个完全可以分 我们怎么去找到最优的分割超平面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逻辑回归也好 通过其他的分类方式也好 能够找到一条分离边界把两个类型给分开 但是你有没有一套方式把这个最优的分离边界给定义下来呢 实际上是支持向量机所要解决的问题 他的思路实际上是说 如果能够找到一条边界 分离边界使得离他最近的两个样本 两类的样本之间的距离是最远的话 是最远的话 我们就认为这条分离边界线 或者说分割超平面是最优的 这个理解实际上比较直观 比较直观 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这条线理解成 变成两个很粗的 就是分离面 分离面 然后左边这个样本点与这个分离界面相交的这个点 我们叫做支持向量 右边这个样本点与这个分离界面的隔开一段距离 这个这个这个边界的这个结合点 我们也叫支持向量 所以我们之前定义的最优实上就是说 找到两个支持向量相距最远的这么一种情况 然后他们之间的那个核心的分离超平面 就是我们的最优的分离边界 它实际上是找到一个所谓鲁棒性最强的分离边界 为什么要这么找 实际上是说 我们可以有n多条 比如说右边这些空心点是一类样本 左边这些实心点是一类样本 我们确实可以找到n多条 分离边界线 比如说我们可以找到 比如说我我线鼠标画的这一条 这是我们找的一条分离边界 但是这条分离边界 我们觉得肯定没有在在这些比较粗的这些范围内 比较好的这分离边界好 为啥呢 因为这条边界它可能刚好穿过了 或者将近穿过了一两个样本点 但这些中间比较粗的这些位置的分离边界呢 实际上离两类同时都非常远 离两类同时都非常远 所以这样的分离边界实际上是最优的 实际上是最优的 所以的话 呃 分离边界的那些样本点实际上是少数几个 这少数几个 比如说是这些 实际点和这些空心点 就能够决定这些分离边界的实际上就是这些点 然后右边的这些点左边的这些空空点上就不需要管了 我们就可以不管了 所以这是我们支持向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 就是说呃他在支持向量机的思维方式里 他指认两个就是说在分离边界附近的这些点 指认他们 然后基于他们去选分离边界 然后剩下那些点离支持向量比较远离分离边界比较远的这些点 我们就不考虑 哪怕你点再多 比如说这里有一亿个点 这里有十亿个点 离分离边界太远了 我们也不管 这是支持向量机的一个核心的思路 啊 这是他的一个核心的思想吧 呃 关于这一块 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哈 然后这一块大家有哪些问题 我这边看一下 简单答问一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考虑 就是说这种样本 他本身就不会错分 我们现在考虑的是线性可分的问题 我们现在考虑的是线性可分的问题 可分的意思是 你完全可以找到一个分离边界 把两类点完全区分开来 我们是考虑这种最简单的情况 然后现前不可分的情况才可能有错误分的一点 那个是我们soft margin在考虑的问题 我们现在考虑的是hard margin 叫硬间隔 你这个间隔比较硬啊 能够把这两类给分开来 是这么一个思路 然后 把这两点给分开来之后的话 就能够很好的去 去找到我们的知识向量了 是这么一套思路 就知识向量的那个分离边界了 所以的话 最后话基于这个现实 我们去理解 我们怎么去定义我们要最优化的那个目标的函数呢 实际上是通过损失函数我们已经没法定了 因为如果在左边我们就认为它是对的 在右边我们就认为它是对的 我们就没有损失了 那怎么去定义损失呢 没法定义 那我们只能定义距离 就是说两类之间的最短的这个距离 是我们分 就是我们最要化的目标 我们只要找到这些知识向量之间距离的这么一种表达方式 把这个距离变得最大 实际上就是我们要目标的最优化函数的超平面啊 就是超平面的最优化函数 是这么一套思路 然后怎么定义最佳 我们接下来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假设我们现在从理论上 把这套把这套思想给讲清楚 假定一个特征有对样本 然后都是有监督的 Y是标签 它只是负一和正一 逻辑回归我们是正一 我们这也是为了知识向量机定义比较方便 我们定义为正一和负一 然后X是我们N为的一个向量啊 有N个特征嘛 然后DI就是就是DI下标I就是DI个样本 我们也可以叫做实力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向量 这是我们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核心目标是为了找到间隔最大化啊 来分离超平面 然后我们超平面的表达方式 这个的话 大家跟逻辑回归的表达方式一样的 就是分离边界的法向量乘以你的向量 然后再加上一个结局 就是我们的得分 然后依靠我们这个得分的正负值 得分是正的 我们就认为它是正样本 得分是负的 我们就认为它是负样本 然后FX是实际上是这个样本 它对应的标签 实际上就是Y了 就如果你是正一 你被判断也是一 那两个相减就是零 你就没有损失 如果你的样本被判断是负一 你的标签也是负一 那你相减也是零 那也是没有损失 是这么一个套思路 然后这个φx大家 这个可以先不管 你就先把它理解成X 以后我们再讲φ 就是我们在讲核函数的时候 然后就可以去理解它 当然现在讲也可以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X向量 它实际上是等于X1X2X3 假设它是三维的吧 那我们φx呢 可以把它定义成X1X2X3 然后X1平方 X2平方 X3平方 X3平方 也就是从原来一个三维的数据 向量变成了一个六维的向量 这就是FyX3平方 这就是φx做的事 这实际上就是特征组合嘛 就是特征组合 大家在学习逻辑回归 或者学习特征工程的时候 大家应该了解到 可以把特征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组合和运算 生成新的特征 然后这新的特征 再加入到我们的模型当中去训练 这个工作实际上是通 在我们这一套公式里面 是通过φx去来做的 OK 映射到高尾 所以的话 本质上还是对一些向量 求他们的 与分离边界的发向量的距离 然后再加上一个结局 然后最终的一个结果 对吧 所以它是特征空间的转化 转换数 OK 最直接的理解 你就你现在如果大家理解不过来 来的话 那就按最直接理解 它就是X 稍会会看到 就是求解分离超平面的问题 可以等价为求解 图二次规划 这个的情况我们待会就能看见了 关于这些前期的铺垫 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 我看一下 OK 向量之间的距离如何衡量 OK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 支撑超明面和分割 最优分割平面是一个吗 实际上不是一个 你可以这样理解 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图 哦 对 在这 中间这个红色的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分分离平面 就是或者分割分割超平面 反正怎么叫怎么叫 这个蓝色的虚线 我们叫它是支撑平面 或者叫支持平面吧 支持平面 然后就蓝色平面上的点 我实际上就是向量嘛 那就支持向量嘛 就是就这么玩的 然后逻辑回归与支持向量机 待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差距 我们待会一起汇总啊 一相似点啊不同点 咱待会一起汇总 这个不急 OK 然后我们继续 把符号给整理一下 有同学问为什么支持向量叫支持 支持是啥 咋回事 这只要是翻译过来的 他就这么翻译 就给他取个名字 就是就是就是离 就是把分离偏分离边界向左和右 平移一段距离 平移最大的距离 然后与样本相相接相切的那个 那个对应的那种情况 我们就叫他支持 是这么理解的 然后用和函数解决线性不可分 这个的话我们待会说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到最核心的目标 就是找到我们的目标函数 因为在这种硬 就是说硬分割条件下 我们如果是零一损失的话 如果是零一损失的话 是没有损失函数的 我们是零一损失的 就是而我们这里定义的得分函数 实际上就是就是零一啊 或者说他的符号 我们这里定义的结果 他只有可能两种结果 一种是正义 一种是负义 你依靠这两个东西去定义损失 你定义不出来的 所以的话 我们的目标不是定义损失 而是定义支持向量之间的距离 支持向量之间的距离 那距离怎么定义呢 实际上就是这样 这个函数熟悉不熟悉 不看Yi 不看Yi 右边这一部分大家熟悉不熟悉 就是我们的距离的定义 我们这个向量 你就把φx理解成向量 向量与超平面的内积 能够加上一个结距 这个结距是偏移 可以不管 这是点到面的距离吗 这是高中数学 高考大家都过了 所以就不用讲了 然后这个 这是内积啊 内积再除以这个向量的距离 就是分离边界的距离 你把这个范数理解成距离 就可以了 再除以距离 实际上就是它 就是内积除以距离 实际上就是它的投影的距离 就是核心的距离 那我们再乘一个Y呢 Y只有可能正一和负一 它实际上是为了 就如果你是正确分类的话 我都可以使得你右边这个东西 求出来的投影是正的 然后正的方便我们去理解 OK 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定义的目标函数就找到了 是这个值 大家看一下哈 右边是个meaning 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范数 你可以把它 这个分母 你可以先把它扔进去理解 先把所有的样本点 计算所有样本点 到我们分离边界的距离 这WT就我们分离边界 计算所有的样本点 到我们分离边界的距离 然后找出与分离边界 最近的两个点 minimum 最近的 找出最近的两个点 然后再把最近的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 得求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gap 这最终就是我们的目标函数 而我们要求到的距离 而我们要最终得到情况是把之间的间隔 最大化 这argmax就是说把所有样本点之间支持下量最小的距离 求它的最大值就是距离的最小值的最大值 你可以这样理解 最小值的最大值 它最大值对应情况下的 W和B 就是我们要求的分离边界 所以支持向量又叫做最大间隔 最大间隔分类方法 所以它有好多名字 所以大家理解支持向量不太理解的话 你就直接理解最大间隔就可以就可以清楚了 有同学问就是说这个minimum是两侧的点 这个怎么理解呢 它的意思实际上是说我们这个W不是 就我们这个W不是它的中间的那个点吗 就是中垂线啊 可以理解成中垂线对吧 中垂线 那右边的这个点与左边这个点之间的距离 实际上就等于我们右边这个节点 与我们分离边界的距离的两倍 因为它是中垂线嘛 是两倍的 所以的话我们只要找到一个节点 它到这里的距离的最小就可以了 是这么理解的 因为它是中垂线嘛 所以我们只要找一个就可以找到两个了 找到两个那不就找最大间隔了吗 是是这么玩的 OK那咱继续 然后找到这么一个情况 最终 使得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结果 然后我们对 我们还是看这个目标 这个这个这个目标函数是我们辛辛苦苦从 什么限量内积的几何意义得出来的 然后我们得出来的新的目标函数是这个 右边这个东西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呢 我们令 我们把这个minima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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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它 大于等于一 这实际上是一个小技巧 就说我们的目标函数 它实际上是又一只小值又最大值 会搞得很晕 那我们干脆把它变成一个叫做 就把它变成约数 把它变成约数 subject to 把它变成约数 能变成约数之后的话 我们的目标函数就能够得到了这么一个结果 这个大家能不能理解 这所谓什么等比离缩放使得这个距离是大于等于一的 这个 这个情况 然后 其实我觉得讲的有点闹 你直接把它理解成 把它放到约数里 实际上就更好理解了 我们令它大于等于一 实际上就是它的最小值 就是一嘛 它的命令嘛 就是一嘛 对吧 它的最小值就是一 那把一乘上去 那不就是我们原来的那个目标函数吗 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所以的话它是把右边那个最小 右边那个最小的概念 我们理解成 我们理解成令它就是一 然后令它就是一的话 那这个就约数了 约掉了 然后这个目标函数就变成了这个 然后 右边这一坨大于等于一的这个条件就变成了我们的约数 这个公式就好看多了 而为什么让它大于等于一不是大于等于二呢 实际上是我们这有个W啊和B啊 我们对W和B 就是如果你是大于等于二的话 W和P 两边同时处于二 W变成原来二分之一 B变成原来二分之一 你函数的分离边界没一变呢 就是还是用用我们这个这个方式来去求 还是一样的呀 这实际上一个是一个技巧 然后我们把这个情况 理解完之后的话 上面这个问题变成下面这个问题 大家是不是就好理解了 约数没有变啊 约数没有变 我们要求的不是求它的最大值 而是要求的是它取最大情况下的W和B值 那它这个M分之W分之一的最大值 最大值的情况 实际上就是W平方的最小值的情况 这是最小 这是最大 它实际上是做了一个这么转换 这个转换还是比较轻松的 比较理解 因为我们不关心我们损失是多少 我们不关心我们距离是多少 我们这边只关心我们距离最就是距离最大 也就是说这个值最小的情况下 对应的W和B 我们只关心分离边界 我们不关心那上面的一堆东西 所以的话通过上面这个我们上面这个问题的这个解 实际上就等于下面这个问题的解 而为什么二分之一W不是二分之一的W 就为什么是二分之一W平方 不是二分之一的W的一次方的 或者二次方或者三次方 实际上从这个推道来看都可以 如果是W一次方呢 它实际上是L11正则向了正则化 对吧 如果是1的话 如果是一次方 如果是二次方的话 就是L2正则向 是不是 大家回忆回忆逻辑回归 是吧 但是在知识向量机的理解里面 无论你是W一还是W二 L一还是L二 W是平方还是一次方 还是其他的什么次方 我们都可以求到一个最优质 而是最优质是一样的 如果是Hard Margin的情况下 那前面加个二分之一的系数 实际上是为了方便求导 因为我们求最优化的话 经常会要求T度啊 求导数 你一求导的话 你右上角的那个指数 跟它约掉了 那实际上就刚好没有系数了 这不就这就方便了吗 所以是这么一块 所以我们辛辛苦苦 把目标函数 把把我们的目标函数 变成了这么一个情况 那就变成了我们熟悉的正则 正则向了嘛 然后下面只是下面加了个 线形约数而已 这个线形约数 我们刚才解释 就是我们之前定义Margin的 这么一个一个约数 把它放到下面来而已 然后我看一下同学的问题 为什么是大于等于一 而不是三和四 这个是吧 如果它是大于等于二的话 我们可以等是两边同时除以二 就不等是两边同时除以一个正数 实际上是不等号不会变的 对吧 然后它还是变成了一啊 然后这个W就变成二分之W 这个B就变成二分之B 然后我们最终求的是二分之一W 和二分之一B 对吧 如果约数是小于二分 如果小于一的情况 那就二分之一 那两边同时除以二分之一 那就两边同时乘以二嘛 那我们求出来的不就是 两倍的W和两倍的B吗 是这么玩的 所以的话 我们通过两边同时除以二 或者两边同时除以二分之一 都可以保证 就使得这个约数条件变得更加漂亮 仅此而已 然后因为我们是这样的 就是从自由度的角度上来理解 大家可能会理解更好 我这边补充一下高中数学 Y等于AX加B 咱就WX加B吧 高中数学解析几何 Y等于AX加B是吧 是这么一个结果 然后 然后 我们两边同时乘以二 二Y等于RWX加上2B 这个分离边界还是一样的呀 这条线的方程还是一模一样 只是说在这里W变成了2W 这里B变成了2B 那在这里的不等式 那这里大约1 那不就大约2了吗 对吧 是不是 再对比一下 所以的话 你与其说大约等于2 大约等于3 或者大约等于1二分之一 那你两边同时除以一个 把除以一下Y前面的系数 那就统一等价成 这么一个表达是 Y等于W乘以B 那这样的话 W和B就变成了一个 唯一确定的一个 呃 变量 然后这样的话就能够 唯一的决定的 决定一条线的形状 就是就是这么玩的 然后 呃 W是变没有问题 问就W 就是 怎么说 在方程里面 W变没有问题 关键是我们要求出来的 这个分离边界 是我们需要的分离边界 是这样 OK 所以关于这块 呃 实际上 讲太多高中数学的东西 可能会拉低我们这节课的 可能会拉低我们这节课的水平啊 就是大家这一块可能有点绕 但实际上是比较关键的一步 去理解我们 呃 知识向量的一套思路 所以的话 呃 我们到这一步的话 问题解决了吗 实际上是你能把问题通过这种方式来不断转化 问题其实已经解决了 这就是我们的二次规划问题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目标函数 它是个二次的 啊 二次形式 然后我们的约束条件 它前面存在这么多 它实际上是个一次形式 管它有这么多复杂 实际上我们就学WP WP的次数都是一嘛 它实际上是线性约束条件下的 二次目标函数 这就是典型的二次规划 啊 我们出中学会学线性规划 但实际上这就扩展了一个次 就扩展了一层 就二次 而且二次函数 它实际上是 凸函数 所以 这个问题实际上就解决了 就是突函 就是之前陈老师讲突优化的时候 讲过一句话 如果我们能够把问题 呃 简化成突函数 突优化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 我们通过最蠢的方法 比如说什么 什么 体度下降法 或者乱七八糟 什么法 然后再结合一些其他的情况 实际上就可以解决 然后会有专门的计算软件 去解决这种情况 然后对于不复杂的情况 比如说我们下的维数不是特别高 特征不是特别多的情况 实际上这样的问题就解决了 然后对于复杂的情况 我们要转化成对偶问题 那对偶问题的话 我们接下来再去讲 OK 现在的时间是8点07 我们8点17吧 8点15 我们8点15 再次来讲 OK 二次规划的定义 我这边 呃 我这边手上没有现成定义 大家谷歌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然后转化成对偶问题的优势是什么 这个待会儿咱看看就知道了 呵呵 因为这样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为什么要转化成对偶还说呢 是吧 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先往群里发一下 然后待会儿上课的时候 我们简单打一下 OK 大家听见没 听见声音没 听见了打个腰 OK 呃 我看了一下全哈 就是说 有同学说是关于 呃 比如说关于这个最小值的情况 关于什么最小值的这个情况 实际上是没有找到它的中水线 这个实际上是对的 只是说 在最小值前面 我们还有个最大化 就像最大化最小值的这么一个条件下 我们是能够找到中垂线的 比如说 左边是叉叉 右边是圈圈 我们之前找到一个分离边界在这样 那它最小值的距离在这 那它的分离边界 就是这么大 但这个最小值的分离边界的这种情况不是最大的 因为 如果我们把这条线往中垂线上面移 这是第二条线 这是第一条线 往中垂线上面移 它的间隔比原来那个间隔最大 对吧 比原来的间隔更大 那 那我再往右边再移一点的变成第三条线 那这样的间隔不就更大了吗 是更大了 但是右边那个间隔不就更小了吗 不就更小了吗 所以的话 所以的话 这种情况下它的最小的margin 实际上是右边这个 不是左边这个 不是左边这个 所以的话 我们要把最小值往最大的条 最终一定会找到一个中垂线 最终一定会找到一个中垂线 使得它两边都有一个支持下量 是这么玩的 然后 咱继续 对我问题是这样 我们现 我们为什么要用对我问题 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这里的目标函数 实际上是一个有约束条件的最优化问题 无约束条件最优化问题 其实逻辑回归里面大家都学了 就是梯度效应 你按梯度一路一路走到底 肯定走到 走到局部最优解 一定是全局最优解 但是你有约束的话 你梯度效应 可能跑着跑着就跑到约束之外了 那就不好玩了 那就找不到了 那要把约束考虑进去 那怎么玩呢 实际上我们的一个方法是 拉格朗二层字法 把约束前面层上一个系数 放到上面 能生成一个总的函数 叫拉格朗二函数 能再对拉格朗二函数 能再去做 这实际上就是 对偶法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 因为你是有约束的 你这边来看 一般有约束条件下的 我们使用约束 一个是小于等约的约束 一个是小于的约束 一个是等号的约束 那两边 同成一个系数 phi啊 v啊之类的 那就变成一个拉格朗二函数 然后变成拉格朗二函数的话 然后如果把x固定 就是拉格朗二函数是x这个这个值大家怎么念 这个值大家怎么念 因为lambda一个是v是mu是吧 lambda一个v 就是lambda v吧 如果这xlambda v都是变量的话 这是拉格朗二函数 但是如果x不变 lambda v都变的话 那实际上叫做 实际上我们 它实际上是关于lambda和v的一次函数 因为x是固定的嘛 你右边这一坨是个系数 你你这右边一坨也是系数 也是固定的 所以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一次式嘛 一次式 它肯定是仿射式了 是这么玩的 然后这个仿射函数 我们叫它是对or函数 然后我们经过这一套定义 什么没有下距界啊 定义查 这实际上是一堆东西 大家只要记到这个就够了 对于任意的lambda大于0 什么mu 对于任意的mu 原优化问题的最优值 实际上会大于我 大于等于我们的仿射值 这个的话 大家理不理解 为什么我可以大于 因为如果是原来的问题的话 如果是原来的问题的话 我fx小于0 但lambda要大于等于0 所以的话 这整个整个这一块 是小于等于0的 而在原来的约数条件下 hx是等于0的 那这一坨又全是0 所以的话 我整个值肯定是会小于等于我们原来问题的那个极值的 是这么玩的 然后 所以我们原问题是要求一个函数的最小值 那变成 变成 变成 变成拉根然二函数的表述的形式的话 实际上就是 在lambda大于等于0的约数条件下的这个函数的像是就是仿射函数的最大值的最小值 所以的话 所以的话 我们要求我们原问题就是最大值的最小值 而我们的对偶问题呢 是把这个最大值放到左边 这个最小值放到右边 实际上是求最小值的最大值 而 是一个不等事实际上是最关键的 就是说最小值最大值是小等于最大值的最小值的 这个实际上 证明公式我写到这里啊 这就是这三步 但实际上是 看起来非常诧异的就推出来了 而且 很难理解 但是实际上有一种比较好的理解 我们这边就考虑最极端的就考虑最极端的情况 安点 盘数实际上就是一个有安点的图像 然后安点的图像 我们这边 比如说我假 我这条 我这个轴 我这个轴我认为是x轴 我这个轴我认为是y轴 然后上面这个z轴的话 我认为它是拉高涨值函数的值 然后我们要求的是 看一下 我们不等号左边是 在x确定情况下的 我们先看这一块 我们先看这一图 我们先考虑把x固定 然后把y给变 在x固定 然后y变化情况下 它的函数是怎样的呢 x是固定的 那实际上是 y变化的 实际上就是锤子于x轴的一个超平面 把它给切割 切割开来 相交的那条曲线就是 那个对应的曲线 实际上就是这个曲线 这是原来的最小值 就是 f x y 在x固定情况下的 y的最小值 哦对 x固定情况下的 y的最小值 对 这个x轴和y轴搞混了 ok 是这么一个值 就是求 y变化情况 哎呦 这会写反了 sorry sorry 这会写反了 这个图 这个图跟我们这个表示 表反了 表反了 就是 我们一个超平面 与我们这个拉格兰尔函数的 截图的这么一个值 实际上是一个 你可以把它离成一个抛物线 它实际上是有个最小值 然后我们要求最小值的最大值 实际上是这条线 然后最终跑到顶上 然后我们不等是右边 不等是右边这一坨 它实际上是 在某一个 某一个垂直截面的一个曲线的最大值 实际上就是这个 最大值 而我们右边 而我们右边 这一坨前面又加个minima 又把它求最小值 所以就把它按 最大值的这个方向 求最小值 最终都跑到这个暗点 所以 大家看 最小值的最大值 是小于等于暗点 最大值的最小值 是大于等于暗点的 所以这个不等是 成立的感受 大家能能有一个大值感性的认识就可以了 有个大值感性的认识就可以了 然后我看一下 大家答疑的过程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理解成 高子里面的矮子大于 矮子里面的高子 也可以这么理解 对我问题可以理解成 将求值的先后顺序调换了 对 就是将求值的先后顺序调换了 然后 KKT条件实际上是 必要条件 然后 等号会成立 就是说 KT条件是必要条件 但是因为我们这里的情况 我们这里的情况 就是一个W的范数嘛 我们就是一个W范数的平方嘛 这实际上是一个全局凸函数 它这个凸函数 就决定了 它KT条件是一个充分条件 充要条件 那这样的话 我们待会用KT条件 可以得到一些新的结果 然后我们为什么这里有个安 就是为什么我拿这张安点图 它实际上就是 最大值的最小值 与最小值的最大值 是相等的 是相等的 所以它就有个安点嘛 如果最大值的最小值 大于等于最小值的最大值 那就没法用安点来解释 这个函数图像就非常扭曲 这就不好画了 所以等号成立的条件 实际上在我们这里 实际上是凸函数 凸函数条件 只要我们这个 就是拉格朗日函数 前面的这个函数是个凸的 只要F0X是个凸函数 对我问题的解 就是我们的原始问题的解 是是这么玩的 然后 经过这样变化来之后的话 我们就调换了一下 求值的顺序 为什么调换求值顺序 实际上是为了方便我们 求的方 求的好弄 就比较好求 然后这里实际上就 为了这个PPT 实际上就是讲 等号成立的情况 实际上就是我们KTT 因为我们是图安数 所以KTT一定满足 所以最小值就是等于最小值 它就是成立的 然后KTT条件又是冲销条件 我们基于这个冲销条件 又可以得出新的结果 那基于这个新的结果 这还是说把几小值 几大值变成几大几小值 实际上就是变化了求值顺序 然后实际上就是求逃了 因为你是安脸嘛 你是安脸的话 你无论是最小的最小值 还是最大最小值 你变化成 你现在是变化成对偶问题 实际上就是最大值的最小值 那我们先求最小值 求最小值的话 那就求倒嘛 因为你这毕竟是 你是这是欧函数 好像是欧函数 因为这是欧函数嘛 你直接求倒 得出来的是零的结果 那就得到一堆条件 对吧 那你再基于这堆条件 那实际上就套公式嘛 你再套到原来 这个拉格尔人函数当中去 带入这个两个条件 最终就得到了我们的新的约数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目标函数 就是对偶问题的目标函数 而这对偶目标函数的问题的解 就是我们原来目标函数的解 实际上我们就把原来问题 转化成一个问题 就是把原来的有约数的最欧化问题 变成了一个新的有约数的最欧化问题 那还是有约数的 那还没减减化呀 但实际上这个对偶问题 比原来问题更好解 更好解 所以对偶法 然后 当然这还做了一个 做了一个比较 就是把最大值变成最小值 实际上就加个负好嘛 这个推导就太简单了 然后我们只要求得了 这个对偶函数的最优化条件的 对应的位置数 实际上就是A 求到了A 我们就可以通过前面的那什么 KT条件啊 那些什么 然后那些对于求导等于0的这条件 就得到我们对应的W和B 也就得到我们的分离边界 所以 对偶问题 理论上 在这个层面上也解决了 这是对偶法 然后我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 就是大家关于突优化理论 可能还真是 就是了解不太多啊 我这边之前上传一本书 那里面关于突优化理论的一些 基本介绍还是有的 然后之前陈老师的课 大家建议复习一下 KT条 KTT条件是突优化问题的必要条件 不是它的冲药条件 它的冲药条件 就是但是如果我们被突优化的 那个目标函数是突函数 我们的KTT条件就是冲药条件 那我们的目标函数是不是 突函数呢 很明显它就是一个平方 它就是一个范数的平方 范数平方的函数 大家在初中就学到了呀 实际上就是一个跑步线嘛 那三位的就是跑步面嘛 那高位的就是一个跑步超平面嘛 我超就应该是跑步超面嘛 就类似于这种说法 那反正它是突的嘛 那只要是突的 那实际上我们KTT条件就是一个等 是我们可以拿过来用的 能拿过来帮助我们去求解 自由化问题就得了 然后我们求的对我问题的自由化的结果 就是我们的原问题的自由化结果 这大家只要记到这一点就够了 就是说把原问题转化成一个对我问题 而对我问题它比较好求 而且这两个问题的解释一模一样的 只要记到这个结论 然后具体的细节 大家再看就可以理解了 然后咱继续 关于对我问题 我们已经明确清楚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就还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对我问题为什么比原问题好求 大家可以看啊 我们对我问题的 我们对我问题的参数是什么 是A A是啥 A是一个数 不是一个向量 A是一个数 不是一个向量 所以A有N个值 那Y又是已知的 所以的话 我们这里的所有的变量值就是N个 没了 就是N个没了 然后我们原问题呢 大家看看原问题啊 我们原问题呢 虽然它也是N个未知数 但每个未知数的N 它实际上是 对应着一个 对应着一个向量W 但这个W的维度 实际上是跟你 φx的这个维度是相关的 如果你这个 φx的维度是一个特别特别长的一个维度 比如说你x原来的向量可能是三维的 但是经过你这个φx 我们之前说φx定一啊 大家回忆一下 φx变成六维 那我六维可能还少了 那我变成六十维 变成六百维 那我变成六百维 那变成六百维的话 那实际上是 这是一个超级大的一个需要我们去定的一个变量 那实际上是会求的非常非常难 但是在我们这里 在我们求对偶问题的情况下呢 实际上至少我们约束的条件下 它这里没有向量 它只有只有数 这是一个数啊 这是个数不是个向量 所以它只有一维啊 所以在这个约束条件下 那它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的话 它至少表达了 在形式上我们能够把原问题简化 形式上 但是在本质上呢 我说了一个 本质上还是没有简化 所以我们辛辛苦苦 把突养化理论用了很多很多 还是没有简化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里面还是有facts啊 我们这里面的facts 它的这里面的那些变量啊 然后它对应的这些数啊 它还是很高 它的维数还是很高 所以这个内积还是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但是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出来 实际上有一个简便方法 就是和 和函数 如果我们有了和函数 再加上对偶 对偶法 实际上就会把原来一个非常复杂问题 简化成 简化成 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而且 而且 我们通过KTT条件 会能够得到A1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 有大量的A AI啊 实际上是零 只有少量的AI 是大于零的证数 而这少量的AI 正好就是我们的 支持向量对应的下标 所以的话 哪怕我实际层面上 我有N个向量 但是我只要找到SV个向量 就可以 就支持向量 就SV维度向量 比如说原来是十万个 我支持向量可能就十个 那这个问题就极大的简化了 所以在对偶函数的对偶方法就 它在两个层面上 把原来问题产生极大简化 一个是通过和函数 把上面内积运算给简化了 第二个是 它自己就能够把支持向量 就是在你求解读过程中 就给找出来 你支持向量找到之后的话 那你实际上就非常简单的一个 少维度的一个计算结果 所以它的速度会非常非常快 所以的话 所以的话 大家理解这个层面的话 就能大致清楚我们支持向量 即为什么要辛辛苦苦求对偶法 然后再用支持向量来求的结果了 OK 然后对偶法 我们就先到这 接下来呢 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的思路 我们现在把原来的那套思路走到哪了 这个我们只是解释了一下 然后从hard margin 一路上来 损失函数 改造成中间的目标函数 那目标函数经过两步变换 变成了我们的正责的一个 有约束的最后化 如果有约束最后的话 我们变成了我们对偶的 对偶的 最后化问题 然后这一列已经解释完了 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我们最核心的 最主要的 就是我们的软件格的 soft margin的支持向量结果 结构 再看一下这个目标函数是怎么样的 然后他对也会有一个 求对偶的一个思路 但这个思路 实际上跟我们之前一模一样 所以会变得很快 所以接下来讲和函数 讲soft margin会变得会快得多 而且咱我们之前不是发了一个 iPad notebook的一个文件吗 待会咱演示一下那个 那个怎么玩 OK 咱回到soft margin 这个东西好求在哪 就是说其实不需要大家求啊 就是我们的目标函数 我们的hard margin的对偶函数 这个问题还是一个二次优化问题 大家看我们的 我们的约束条件 这是个等式 而且是线性等式 这是不等式 也是线性约束 那我的目标函数呢 是关于AIAJ的一个目标函数 其他的WireFi啊 实际上都是定的 WireFi上都是定的 只是计算起来麻烦一点 但它还是二次规划问题 所以的话理论上 这个东西也比较容易求 这个东西也比较容易求 你用你用那个 你用比较好的那种 求阿斯规划的那种计算软件 一算就可以算出来 这个理论 就是已经有传说理论 把它给继续计算出来 所以的话 如果哪怕你不会对我反 这个方法也可以算出来 就是我们把这个问题 转换之后 这也可以算 是这么玩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引入到soft margin soft margin实际上是 是来源于这个 就是说我们之前 辛辛苦苦找的都是hard margin 就是说一定是 我们一定是要找到 完全把两类给区分开来的线 但实际上完全把两类区分开来的线 不一定是最好的 比如说像这种情况 下面是圈 上面是X 这最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圈 然后如果要完全区分的话 那你得把这个小圈也考虑进去 那你找出来的 用知识向量机找出来的分离边界 实际上是这么一条边界 它跟X 它跟X XX实际上是接得很近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 离得特别远的点 当做一个误差来做的话 实际上不要求严格的 把这两类给区分开来 我们就把它认为是分错 我们把分错的这种情况 再加上一个损失函数 算 作为我们目标函数 算进去 实际上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就是 考虑到不完全线线可分 但是又能够得到一个 它鲁棒性 或者它泛化能力比较好的 这么一条分离边界 实际上就这条 这里面的话 它的知识向量实际上是这个 这个和这个 这个这个 上面两个X和这个圈 它们之间距离实际上 就大的非常多了 所以这一条 对应的分离边界 实际上是比较好的分离边界 所以它的效果好 所以在实践层面上 用Soft Margin的知识向量 会好的 就是用的会非常多 那我们怎么去做呢 实际上是 在线性不可分的层面上 增加了一个松弛因子 然后使得在函数 再间隔 加上松弛因子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新的约数条件 就原来的约数条件是 大于等于1 Margin就是刚性的 那现在我们的约数条件 是大于等于1-1不朽 1-1不朽 而我们的目标函数呢 就变成了 C乘以1不朽 实际上这个1不朽 就是等于 我们前面还定义了 1不朽的大于等于0 所以它其实就是等于 我们的max 0 1-去 巴拉巴拉巴拉 这一串 这一串 实际上就是它 所以的话 我们把原来的 正则的目标函数 加上一个我们 新的 基于Soft Margin的 目标函数 最终得到一个 这样的结果 然后1-1不朽 会小于0吗 肯定会的 肯定会的 但是我们是考虑了 考虑了损失才这样做的 实际上就是加了一个松弛因子 来来去求 那我们的目标函数 就变成新的目标函数 这个目标函数 我们在开头的时候 已经讲了很多了 所以这的话 我们就不讲 然后还是 那我们就现在 就把这个问题 变成对我问题 变成对我问题 那照样 就实际上是多了一个1不朽 作为约束条件吧 那就变成新的对我问题 那变成新的对我问题 然后再对它求讨 原来是对W和B求讨 现在是对1不朽 求讨嘛 那得到一个新的结果 新的结果 这里面 再把这个新的求导后的等式 带入到上市之后 实际上就是一个新的约束条件的 对应的最后结果 而我们这里的A实际上是 AI实际上是大于0小于点C的 整理一下 最终得到了我们新的目标函数 对比一下原来的目标函数 与新的目标函数 我们唯一的 就是对偶函数的目标函数 唯一的区别就是AI 它是要小于等于一个大C的 大A是我们之前的那个正泽化 像的那个系数 记得吧 大C是我们之前正泽像的那个系数 就是应该是正泽像系数导数 因为两边同时数约了C 就是在我们这个对偶函数的公式里面 它实际上是IPSO的一个放大的比例 但是两边同时 因为它这个实际上是个常数 两边同时一处一个常数 实际上就变成了2C分之一的 这个WR平方 是变成这个值了 所以这里面推导过程 跟之前过程一模一样 所以就不细讲了 然后损失函数的理解 我们这边前面也讲过了 它实际上是把正泽像和那个偏离于边界的距离 也放到我们目标函数当中 而这个距离实际上是可以理解成损失 然后就得到了我们的结果 所以关于这一块的话 很快很快 一下就讲过来了 为啥讲这么快 实际上是我们前面已经把损失函数给分析透了 对不对 我们已经把损失函数给分析透了 我们也就是把正泽像右边加了一个东西 然后我们的约束条件 就是给他加了一个放大和缩小 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变了 然后他们求队友 队友法 大家看看两个目标函数 目标函数都是一样的 它的约束条件 原来是 AI等于零 AI大于等于零 AI等于零 然后现在AI还是等于零 但是AI是小一点 所以它的对我函数上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这里把原的问题理解成的非常简单了 然后这在soft margin的情况下 把目标函数理解成损失函数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觉得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是这样 目标函数理解成损失函数加上正泽像 这样就好弄了 这是个目标函数 在逻辑回归里面的话 我们是把损失函数 损失函数是损失函数的 但是也加了一个正泽像 我们把那个加了正泽像的那个函数 叫做目标函数 是这么玩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 去讲和函数 和函数的问题实际上是 我们同学在Q群里反复问的 怎么去把我们的样本映射到高维 就把我们的特征映射到高维 然后再去分呢 实际上就是和函数 它要简化做的事情 就是说 phi x 它实际上是在做这个事情 我们回来 看来 其实人皮力还是很有用的 我们phi x 是对原来的这个向量的各个维度 进行一个高层次的组合 然后就组成成一个新的一个程度 所以如果你不引用和函数的话 你理论上 上也可以解决非线性的问题嘛 只是说你的求解累一点 但也可以解嘛 对吧 只是说 我们引入了和函数这么一个强大的工具之后 它使得我们的 我们的判断 我们的求导 我们的求内积的过程会变得非常非常简单 所以的话 它本质的区别就在这儿 然后我们看一下和函数的一些基本情况 我这个PPT 因为因为PPT长度会限制很高 会限制很多 所以的话 我这边对和函数就没有 没有写的非常多 这只其实只介绍了一个高四维 那我把函数映射到高维空间 比如说原来是二维的 然后我们通过和函数可以变成三维的 然后我们的原来线性不可分 它实际上是个圈嘛 红点和蓝点之间的分离边界是个圈 但是把它映射到高维 它就变成一个山了嘛 变成一个山 你在山腰上你横切一刀 横切的这一刀上就是一个线性的分离边界嘛 实际上这线性的分离边界 就对应着你 高维的线性的分离边界 就对应着你低维的非线性的分离边界 因为你通过通过那个φx 把它变成了一个高维而已 然后高斯核是一种核函数 它能够方便的我们去求 然后高斯核是无穷违的 这个的话肯定太少了 不方便的 我这边给大家手推一下公式 手推一下公式 比如说我们 我们的目标不是要找一个φx吗 我们就是我们在非线性的问题里面 非线性的约束 我现在怎么找不到呢 看还是得 还是得回到我们最初那个ppt 就是 我们考虑这个层面 我们考虑这个层面 我们把x变成φx 实际上是把原来 我之前举了例子 把三维变成六维 六维一个情况 它是怎么变的呢 我们可以 这么定义一个新的函数 写在这里 定义一个新的φx 它实际上是等于多少呢 1x1x2x3吧 然后 反正就是任意两个相乘 最终是x3x2吧 然后是x 哦对 x1的平方 x2的平方 x3的平方 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 也就是说我们把原来的x1x2x3的一个向量 一个样本映射到 就是理论上是映射到高维 你实际上实际上就是对它进行特律组合嘛 你把两个相乘弄一下 把三把两个每一个球的平方弄一下 其实就这么简单 那我们 记得之前公式里面 我们不是有个 5x 5x的转质乘以5x1撇嘛 原来是有这个运算 实际上核函数是能够把这个运算给化解 大家看一下 这个核函数是Polymonial核函数 它实际上是多项式核函数 把这个多项式核函数如果不按核函数的方法直接按 就是说 这两个向量相乘的话 它实际上是 比如说它是N为 那它实际上是N为乘以N为的这么一个内积运算到E为 它是这么一个结果 但是如果用核函数呢 对上面做一个简化 它实际上是 等于E乘以C个码 XI XI 一撇 再加上 C个码 这个下标是I啊 然后两个C个码 这个下标是J 然后 XI XJ 乘以 XI 一撇 XJ 一撇 它实际上是这个 而这个呢 实际上是又等于 E加上 左边这两坨实际上是不变的 XI XI一撇 再加上 关系右边 这任意两个相乘嘛 这里边是就任两个相乘 它实际上是等于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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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撇 再乘一个 XI XJ XJ 一撇 这个相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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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 X 向量 转置 乘以X 向量 一撇 X一撇的相乱 然后再乘以 呃 T X 一撇 它实际上 它实际上 它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值 那 你看 这个 这个 和这个 是一模一样的 而这三 而这 X 效量 它实际上是三维的 它实际上是三维的 所以的话 所以的话 它把原来的这个计算的复杂度 就变成了 原来是N乘以N嘛 原来是N乘以N的复杂度 然后现在实际上就变成了 三 三乘以三的复杂度了 三乘以三的复杂度了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推导公式的一个过程嘛 就是一个已经是个分解的过程 实际上 就是这是我们Polymonial Polymonial这个函数 它 通过计算向量内积的一个简边算法 所以你只要 把 两个向量的内积 就是原来向量 就不经过映射之后的原来的向量的内积给算出来之后 你再做个平方 再做个加和就得出来了 就特别简单 它是这么玩的 然后我们再看高斯函数 高斯和函数 它定义的φyx实际上是 无限维的 把你原来的这个x的这个向量 这个 它映射成括号1 逗号 然后这个 根号啊 什么分母是1的阶层乘1啊 分之1啊 然后2的阶层分之1啊 3的阶层分之1啊 之类之类的 然后它会变成 变成这么一个结果 而且它是无限的 也就是说 在多项式和函数的 这套处理方式 这套特征组合的方式 实际上是 把一个三维的映射到一个n维的 这么一个方式 然后在高斯和实际上是把一个三维的映射到无穷尾 然后映射到无穷尾 你再算这两个向量的内积 实际上 实际上 它就 就等于 我这边放大一下 它就等于这个 它就等于原来向量减去 减去原来的第二个向量的范数的平方 然后再除以一个 sigma平方 然后就是它 就是这个 所以它把一个无限维的向量的内积 变成了有限维的向量的减法 就向量的减法 这个比内积还 这个比之前那个三维的内积还减了 它直接做向量的减法 最终再平方一下就是了 然后这个分母 就是这个分 就是这个指数里面的这个分母 这个sigma 是不是看着有点像高斯分布里面的一个标准差呀 是不是像那个标准差 所以的话 高斯核的名字就这么来的 它可以把无限维的两个向量的内积 变成有限维的一个情况 然后再继续处理的话 实际上就简单多了 这实际上是一套就是把线性的分离边界转化成非线性分离边界的一个非常常用的函数 高斯核函数 然后这个方法的话实际上是在计算上啊或者在解释性啊会非常强 我大家记得我之前给大家发了一个iPad Notebook吧 我们现在就玩一下 把我们今天的知识给串奖一下 然后最终再落回到我们和函数的一个现实性的体验 这个大家就看一下 如果手上自己有代码有机器的话 其实也可以 也可以玩一玩 现在大家看得到我的 页面吗 能看得到吗 我一行一行讲 这一行实际上之前用过了 这实际上是一个新那个修饰器 然后把这一行的意思实际上是把我们画的图在iPad Notebook上实现 这句话非常有用 大家记着用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支持相当机 我们这边主要是讲分类问题啊 但实际上是也可以用回归 只是说我们这边呃时间有限没法讲回归了 所以就直接讲分类 因为分类毕竟用的是最多的 然后我们先建立一下感性的认识 我们这里的数据集是用的什么 是用的鸢尾花数据集 就是这个 鸢尾花数据集 它实际上是一个三分类问题 大家看绿色的点 蓝色的点 红色的点 是三类样本 是三类样本 红色点是一种鸢尾花 蓝色的点是第二种远远花 绿色的点是第三种远远花 大家可以看到这点的分布 实际上是说 红色的点 跟其他两类点都是线性可分的 然后蓝色的点跟绿色的点 是线性不可分的 这个数据在我们做分类的时候 还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我们这边就直接对它进行 知识向量机的这么一套思路 然后这里解释一下这几个函数的意思 SK-Learn里面直接有知识向量机的模块 然后这引路就够了 然后知识向量机模块里面有个叫CSV CSV就是线性可分 就是那个线性分类的知识向量机 应该是分类的知识向量机 不是线性的 不完全是线性的 然后引路约尾花数据 然后因为我们要可视化嘛 所以就只引路它两维特征 都是连续的 这两维特征 大家可以理解成 约尾花花扼的长度和宽度 然后基于它长度和宽度 来判断它到底是属于这一类 约尾花还是第二类约尾花 然后我们对样本进行预测 就得到了这个预测的结果 大家看 这些直线就是我们的预测后的分离边界 绿色的区块 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知识向机认为 属于这个区块的 是属于某一类 属于第二个区块是属于某一类 属于第三个区块是某一类 而我们这里的用的kernel 实际上是线性核 我们之前讲了两个核 也就是polymonial 实际上就是多项式核 还有一个是高斯核 但这我们用的线性核 其实大家就可以理解成线性变换就可以了 用线性核 就得到了我们的线性的边界 而且这里补充一下 我们这里用的叫做onevs1 处理多分类的方式 因为我们之前讲的是二分类嘛 我们在这里的话 在工程上会有三分类的情况 我们用onevs1 它实际上是说 如果我们有k个类别的样本 我们就要对每两类样本之间 任意两类样本 生成一个知识向量机的模型 然后比较任意两类的 就是比较任何一样本 在这任意两类的知识向量机的结果 然后每一个知识向量机会对这个样本投一次票 然后投得票最多的样本 计为我们这个样本所属的分类 是这么玩的 然后我们还 我们还有一个常用的一个思路 实际上是onevsrest 或者有叫onevsall 它的思路呢 实际上是这样 就是我们这比如说有三类是吧 我把某一类摘出来 剩下两类 我看成一类 我生成一个知识向量机模型 比如说红类 红点拿出来 然后绿点和蓝点 我认为它是都是绿点 都是一都是一类的点 然后我对红点和绿点进行 进行判断知识向量机 然后得出结果 然后再对剩下 然后得出一个结果 然后再对第二 第二种组合方式 比如说把蓝点摘出来作为一类 然后把绿点和红点看作是一套整体 然后再刷出结果 最终我们得出来的分离边界是这个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one vs rest是这样的直线的分离边界 one vs one的分离边界是有点 这里有点扭曲的这么一个分离边界 这个大家感受一下 就是在三分类上我们不太好弄 但是我们可以只挑两类 我们用二分类在这个层面上弄 然后在sklun里面 你要找出两类样本的支持向量 你只要用supportvectors这么一个方法就能得到了 然后我在这里会有相应的代码 这个可以看 然后在两分类的问题上 求得支持向量机的分类边界 再把对应的支持向量标出来 我在这里标的就是外面画了一个圈 外面画了一个圈 这些加粗的小样本就是我们的支持向量 上市挺多的 然后那些没有加粗的小样本就不是我们的支持向量 实际上真正决定编辑的就是这些支持向量所决定的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选取的一类和二类实际上是线性不可分的 所以只能用softmargin 能用softmargin再结合支持向量 所以它实际上是这么一个组合方式 这个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给大家玩一个调餐 我们的损失函数里面不是有个c吗 松岑因子前面不是会成个c吗 这个c其实可以理解成正则向对的c 对吧 就是w就f2分之1w范数的平方 可以理解成那个就是正则向的影响 然后我们可以把c变小或者把c放大 然后在两种情况下我们分别得出它的分离边界 看着很像好 但是我们数一数它的支持向量就不一样 我们在比较高的比较大的c当c取得特别大的时候 它的支持向量实际上是比较少的 你跟那个c比较特别小的情况下 基本上所有的样本都会被认为是支持向量了 都被认为是支持向量了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个我们调参数c 它对我们这个建模过程的敏感性的一个影响 是这样 所以的话对样本它能够进行正则化 的这套的思路 就可以通过这来理解 而且它是结合了我们的支持向量来做的 而且支持向量其实有一个好处 其实对于所有 就是对于大部分的数据机 我们的目标的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c的默认值 当它取1的时候 你甚至不调 它的工作效果都很好 你看在这个样本的冤火花里面 我们就看出来了 我们把c变得特别大 得到这个分离边界 把c变得特别小 它还是这个 就是跟它很像 是这么一个分离边界 所以是这么一个结果 然后我们终于可以讲到核方法了 前面讲了 我们现在已经介绍了三个核了 一个是线性核 一个是多像式核 一个是镜像机函数 镜像机函数也就是高速核 然后它实际上是映射到无线维的 其他两个是映射到多像式维度的 它是最灵活的 而且在工程上 在工程上的经验 就是你用高斯核 它实际上会产生 它的效果在这样 它产生分离边界会非常非常的扭曲 非常非常扭曲 所以它很可能会过你核 很可能会过你核 然后你除非样本比较多 你样本比较多的话 你的这个泛化的效果还很好 但是你看我们在训练期 用到高斯核的效果的话 它的分类 你看基本上 你看中间这个小蓝点 都被它给剃出去出去了 这个分类它都能做到 你看它有多扭逼 但这个很有可能 但这很有可能就是过你核了 像这种扭扭曲曲的分离边界 实际上在现实情况下 比较难见到 这是高斯核的分离边界 然后这个是多像式核 Polymonial核的分离边界 它想你可以把它 在这里你看到它是不是有点像个泡物线 然后在前面我们线性核的话 它的分离边界就是一个线性的 是这么玩的 然后简单介绍完之后 我看一下大家的问题 然后简单的答下1 有同学问怎么保证核函数映射之后 就可以现实很分 是这样 你理论上 你核函数如果它映射到非常高维 如果是无限维 而且特别高的层面的话 你比如说你样本总共就200个样本 在这里的话我们样本更少 但是我的维度的话 我用高斯核我是无限维 那我每一个样本 我都映射到一个维度的一个小区域 那我高维一个超平均一分 那不就全都分出来了吗 但这样区分的效果实际上是 它泛化能力太弱了 所以的话 在用高斯核的这个层面上 你哪怕保证了它线性可分 你的泛化能力也很用 工程上也就没法用 所以你这种分类效果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的话为了兼顾它的分类效果 我们还是要考虑 还是要考虑我们的正则项和soft margin 两个因素 这样的话 我们毕竟能够得到一个分离边界 然后得到这个分离边界 它复杂度会比那种完全分类的这种效果会低很多 但是它的泛化能力会比之前的好 是这么一个思路 OK 工程上因为高斯核太灵活了嘛 就是大家看看高斯核 我们高 我们看一下高斯核的判别 高斯核的判别室 这里 我看一下前面有没有 前面 这个PPT我待会补充一下 我把高斯核的判别室放进去 这边手写一下 OK 这不太好写 这样 大家直接看高斯核的表达室吧 直接看高斯核的表达室 我们这里的高斯核的表达室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镜像机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在 在支持向量机的这一套思路里面 你采用高斯核 它的分离边界是怎么判断的呢 实际上是把任何一样本与其他所有的支持向量的距离算出来 这不是有距离吗 距离算出来 把距离算出来 然后基于距离你给它一个得分 然后这个距离的平均值就能够决定你是属于A类还是B类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说如果我的 如果我的这个高斯核 就是我的样本距离高斯核越近的话 那我就会被认为是跟它同样颜色的类别 如果距离它越远的话 就会被认为是不一样的类别 你看这里中间有两个红色的 它的分离边界就是一个类似椭圆形的东西 对吧 就靠近椭圆里面的就是红的 靠近椭圆外面 就是离 靠近 就是椭圆外面就是蓝色 那这是 这是一个比较扭曲的四个红 红点点 那离比较扭曲的这四个红点点 比较近的这个范围 实际上是判断成一个情况 然后比红点点比较远的一个情况 距离就判断成第二类 另一类 它是这么玩的 所以高斯核 它对支持向量的拟合的效果 按理说是最贴近的 它比前面的什么线性的向量 线性的分裂边界 或者说Polymonial的 多像式的分裂边界 实际上是会更贴近的多 所以的话 它的像从理解层面上 实际上会比前面那时候更好理解 但是呢 因为它是映射到无线维能 再去做的一套分裂边界 这个东西你给外行人讲 实际上是没法讲 真没法讲 就是 所以它的解释性 没有逻辑回归那么好 这是高斯核 在工程上 高斯核会用的非常多 所以我这边讲的多一些 然后关于这些参数怎么调 大家可以随便换着调 然后基于不同的参数 可以看一下结果 然后关于工程上 核函数怎么使用呢 实际上我这边简单介绍一下 就说肯定是越简单越好 一般的话 就是最好不用支持向量之一就别用 我之前听说过一个同学 他辛辛苦苦用支持向量机得出一个分类 被领导批评了 他说你这个东西哪怕有效果 你也别用 就是你 因为你这个没法解释 你给 因为我们是大企业 相互之间部门要合作的 你辛辛苦那个东西 人家不理解 那这个东西没法推广了 实际上是 那没法推广 那实际层面 你用的效果也不好 而且他的泛化能力 你又没法保证 你说辛辛苦苦 映射到无线维 然后无线维 然后又回来 又会降低到低维 得到一个非常扭曲的分类边界 那这个东西对于新的样本 他的解释力有多强呢 这个其实很难的 但实际上是 是如果你能用逻辑回归 基于线性 基于线性可分的这种情况 能够得出一个好的结果 那就用逻辑回归 如果他确实是非线性的 他的分类边界 确实是非线性的 那你再用 支持向量机 然后再用一些 复杂一点的核 Promeme核 或者说高斯核 你用这些核 你能够得出一个 比较好的结果 这个结果会比支持向量好得多 而且速度还挺快 所以的话 你在这个层面上 你真的要得出 非线性的分类边界的话 那你 由先选择支持向量机的 核函数 就复杂的核函数 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然后线性支持向量机的解释性 固然很强 但是毕竟没有逻辑回归那么强 你还要给他解释margin 然后还要给他解释 这一些的目标函数 损失间的关系 这个也挺累的 那你用LR的话 他鲁班性也不错 他也可以弄 所以的话 那还不如直接用LR 直接用逻辑回归 而且高丝核的话 他正因为会过你核 所以的话 你的样本尽量要大 真的 你如果用线性核的话 他对样本的要求真的很小 会轻松松就能得出一个结果 但是你用高丝核的话 你得出结果 你不敢信 所以你得加非常非常多的样本来用 这样的话 你就是 就是更 心里更有底一些 然后 这个的话 这个技巧 就是具体用哪种高丝核 高丝核也非常多啊 然后你们那些参数怎么调 这个话实际上是跟 就没有统一的方法 只能是跟业务场景 你去 分析 说好听点要分析 说难听点叫试 可能就是盲目的去试了 就刚开始可能会盲目的去试一些 能会渐渐有一些经验 在某种层面上 他效果又好 解释力又强 泛化能力又非常好 那这种情况下 那就用Polymonium 而不是 用那个高丝核的这种情况 但他对资源要求就很高了 所以这一块 可能高丝核 毕竟在工程上 就是如果工程上 要用智能量的话 你其实用高丝核 用的最多了 真的 所以的话 大家 我这块会讲的多一些 咱脱糖也脱糖了挺久 但毕竟是重点 希望大家还是 对这块有更多的了解 然后的话 我们就回到我们最后那张PPT 总结一下逻辑回归 与支持向量机的区别和联系 这其实上 实际上是我们这堂课 最终要回归的一个东西 你辛辛苦苦学到一个算法 你这两种算法 学了这么多算法 这几种算法之间的优势长处缺点 你都没有一个底的话 像到工程上 你又是两眼一抹黑 这个没法弄 而这个问题又是很开放的问题 所以的话 大家可以先 把大家认为的支持向量机 与逻辑回归的 区别和联系都在Q群里 打出来 然后我这边总结一下 然后看大家了解多少 这也是对大家这节听课的这么一个程度的一个考核 然后我把大家比较好的答案都写到我们的PPT上 哦对 支持向量机的损失叫做Hinge损失 Hinge就是核叶的意思 因为它的那张图片 就是它的那个图像 一个折线一个横线 其实就像我们窗户 就是窗户转来转去的那个核叶 它实际上可以这么转 所以很形象的一个名字叫Hinge损失函数 这个的话 大家记得它这个样子 记得它名字叫Hinge就可以了 然后损失函数不同 这是第一点 OK 有同学说了 这实际上是最核心的 理论上最核心的 损失函数不同 HingeLoss与交叉伤 Loss 这是第一点 好第二点 请考虑分类边界附近的点 对这是对的 仅考虑 仅考虑知识向量 知识向量 知识向量 然后 其实吧 仅考虑知识向量从数学的角度上来说 SVM是有约束的 知识向量机是逻辑回归是无约束的 这是他们实际上是在 为什么这么复杂 知识向量机显得比那个逻辑回归复杂的多 实际上就是它在有约束嘛 就是它约束的 太累 如果没约束的话 其实你用用逻辑回归的梯图下降法一下就搞定了 一杆子从到底就得了 这 而这个约束上是跟我们知识向量是相互关系非常紧密的 OK 然后计算复杂 计算复杂度不一样 看你怎么说 这个 这个 如果是说有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 确实比无约束条件下最优化问题复杂 这是它复杂 但实际上如果是 如果你不考虑核的因素的话 其实 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就是线性的知识向量机的话 你跟逻辑回归的知识向量机复杂度也差不多 你不做一些比较复杂的映射也差不多 但是如果考虑到映射到高尾 如果又引用到核的情况下 它实际上是比逻辑回归更简单 逻辑回归 如果逻辑回归也不用核的话 知识向量机用核的话 其实知识向量机会更简单 复杂度更简单 算得也更快 然后有同学说 逻辑回归不好处理 就是就是非线性的分离边界 这个实际上是错的 就是说 因为逻辑回归也可以处理非线性的边界 你只要 只要给它取个5x 你的映射到高尾就可以了 只是说 知识向量机它处理的非线性问题 知识向量机它处理的非线性问题 是比逻辑回归处理的非线性问题更快 如果它使用核函数的话 是这么一个程度 对 然后 这是理论上的区别 实践上的区别的话 实践上的区别的话 是 是 LR的可解释性更强 真的是 更强 你如果高 你用知识向量机 然后又用核 你用高丝核 你用映射到无强 无穷围 然后在无穷围上取一个线性的分离边界 然后再 回到你的低围 然后变成非线性的分离边界 你这个解释 估计 不了解这个算法的人 根本搞不懂 这个太弄了 有同学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点 LR可以做ranking SVM5 怎么说呢 应该是这么说 支持下量机 不能给出 不能给出概率 结果 为什么还是跟我们损失还是有关 因为我们 比如说圈圈叉叉 然后这边有一个叉叉 你有两一个叉叉 你有十一个叉叉 我都不管 因为你不是我的知识向量 我都不管 所以的话 所以的话 他不管的意思是 就只要你不是知识向量 只要你不是知识向量 你离我分离边界近一点 跟你离我分离边界远一点 我得出来的结果 其实我都会认为你损失 是一样 那你得出来的结果实际上是 比较难弄 所以的话 所以的话 在知识向量的这个结果里面 你虽然可以基于你的得分 你基于你的情况 去得出一个评分 基于你的分离边界会得出一个评分 但是你的这个结果 它不是概率的 所以它 你要说它是 所以就不好比较 比如说逻辑回归里面 比如逻辑回归你得出来的两个值 比如说GX1和GX2 它们之间有个X是个K 这K实际上就是它们两个概率的 在逻辑回归情况下 就是概率差嘛 就是概率差 但是在SVM里面 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你真的不知道是这个东西是什么 也就是说 就是它现实的考虑就是什么 就是如果 比如说X1和X2 它差距在这儿 你基于它们的得分离数 你算出一个GAP 可能是个值 然后你再基于 另外两个点 X1和X2 你算出来的GAP 是这么一个值 但可能你 实际上离得比较近的点 你算出来它们的差距 会比原来的那两个比较远的点的差距还大 就是说你本来距离小 你可以算出一个比较大的距离 本来距离大 你可以算出一个比较小的距离 你可能会算出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你这样解释的话 就很难解释了 所以的话 这个是不能 就是说 值相机是在概率这个层面上 它的 这是它的一个弱点 这是它的弱点 所以你 你不好拿它用来排序 所以用逻辑回归 做排序的话 会效果好的多 然后你 如果硬要引入概率 你再加一层Soft Max Soft Max可以展现成一个类似真的概率分布的一个结果 但它哪怕展现的像概率分布 它也不是它实际的概率分布 这个东西也没法弄 也没法弄 所以的话 Soft Max 这个有些同学不太了解 我以为在逻辑回归层面上会讲 OK 这个大家翻下书就了解了 这个其实不难 这个其实不难 就是说 我们之前不是有 之前不是渊炉花有三分类吗 三分类我们会有一个 One to One vs YS REST YYS ALL这么一个模型 它实际上是会算出每一个样本在各个两类分类出来的一个结果 然后这个结果是一个值 然后再把这个值经过Soft Max可以变化成一个类似概率分布 就是把每个 它理论上就是说把它变成 就是把原爱值变成一个新值 这个新的值 就是这些新的值加起来是一 而且这新的值 每个新的值 它都是零到一之间 它实际上就具有了一定的概率的意义 但这个概率的意义是强加的 是从Soft Max这个运算强加进去的 但真实情况下 未必 未必 Soft Max实际上就是对 你出来的结果 再做一次规议化 就是做一次规议化 只是说它做规议化的那种方法是 是又采用了一个什么 就是E的多少多少次方式的方式 它能够规约到0到E之间 靠这么东西来弄的 而且都是证数 当然这讲评了 咱还继续说 逻辑回归与知识相当机的一同 OK 逻辑回归用随机梯度下降法 然后知识相当机用SMO 对这个也是 但这个实际上是比较底层了 而且它的 它实际上是因为我是有约数的 一个是五约数的 LR可以与其他算法 比如说GBT呀 什么特征选择结合使用 你知识相当机也可以 知识相当机的核函数 其实就是这种特征选择呀 知识相当机也可以与 与那个随机森林结合呀 没任何问题呀 再看一下一些同学 的说法 知识相当机对于小样本效果比 比逻辑回归好 这个看你用什么样的核函数 以及具体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不好泛泛的讲 如果你用高斯核的话 你过你核了也不好 知识相当机其实求的不是 全局最优解 它是有约数条件下的最优解 逻辑回归才是全局最优解 那是独假搏换的 就是LR的损失函数 是交叉伤损失函数 然后 其实还有一个大家没忘 大家有没有忘啊 SVM 对 对政则相 给出了一个几何解释 给出了一个几何解释 其实就是soft margin嘛 对 知识相当机器自带政则化 是的 是的 严格来说这句话是错的 一 它是有约数条件的政则 有约数条件的政则 有约数条件的政则 而之而逻辑回归的话 它实际上是没有约数条件的政则 所以它的话 就是知识相当机 它确实也自带了一定的政则化的功能 所以它泛化能力确实会比逻辑回归好 真的这是真的 但是它是有约数条件的 所以的话 你 所以有约数条件的政则 跟那个逻辑回归的五约数条件的政则 还是两种不同的政则 这个还是要区分开 所以你说自带政则应该是自带有约数条件的政则 虽然它是有约数的 但它毕竟还是政则 然后再讲一个工程上的 就是说知识相当机在处理非线性问题上 比逻辑回归更好更快 因为对非线性问题 对非线性问题的话 实际上是采用核函数 会更好更快 会更好更快 然后工程上 工程上大量的问题都是非线性的 只是说用比较线 用线性的方法把它给 用线性的方法把它给那个 简化了而已 虽然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是非线性的 嗯 这个回答还是 我们现在搜集的还是比较全面的 如果是处理线性问题的话 理论上其实知识相当机会比逻辑回归好一点 但实际上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 工程上常用的非线性核 其实就是多项式核和高斯核 但理论上可以有N多种核 这边的水就生了 我们这边没法介绍 所以只介绍一些简单的 如果采用核函数的话 它哪怕是就是因为 逻辑回归也可以映射到高维 然后逻辑回归映射到高维也很慢 所以同样是高维同样是很慢 知识相机采用了核函数的话 它会变得更快 所以的话 知识相机在 这个层面上 它的用处会比较大 OK 我看大家其实总结的还是比较全面的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 到这个层面 也就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主要讲的是它的差异 它的相同的地方实际上都是有损失函数 都是有正的项嘛 对吧 然后都是二分类嘛 这个倒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只是说他们对损失函数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但实际上是比较相似 损失函数比较相似 OK 那今天我们 不好意思 已经拖长到拖长四十分钟了 同学不 赞助大家时间太多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今天课的话 我们就到这了 明天的话 还是我这边来给大家分享那个 普苏贝耶斯和贝耶斯网络 普苏贝耶斯在工程上用的真的非常非常多 仅次于逻辑回归 甚至比逻辑回归还多 所以的话希望大家好好学一下 然后这个东西 有些同学可能会觉得比较简单 但实际上 深挖起来也挺麻烦的 所以的话大家还是先提前预习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套工程的手段掌握好之后 以后在工程上你用 其实用逻辑回归用的还是非常多的 那今天课就到这了